我們突然的標準拉低 上個賽季他打56場已經是近三個賽季最多了 我真的是不知道該慶祝他該攻擊他 還是該為胡人球迷感到一點悲傷的情緒 今天只有我們兩個人是不是有點不太習慣 柏特Jerry你們去哪裡了 那一天胡人那個Question Way的加入胡人隊對不對 然後我不是在我們的Line群問說有沒有中午有空的要不要來聊一下 剛好大家都沒空我不是自己錄 我自己錄我還跟那個觀眾朋友講說自己錄影突然有點不太習慣 因為沒有人可以鬥著 我這邊題外話插一下因為很多人在我們留言講說 你們都一直嗆KC一直霸凌KC 然後怕我們的感情會生變幅 我們感情很好啊對啊我們感情很好啊沒事 放心我們感情很好啊真的 放心我們本來就沒有感情沒有了 對對對對對真的啦 那我們的感情都是場面上而已啦 那私下我們沒在聯絡的 確實 確實感情 而且這邊我要恭喜KC啊 哇你的Luca丹群跟崔陽 哇這個民調超過五成啊 謝謝 不過老實講會不會是因為觀眾朋友目前的小朋友都只知道Luca丹群跟崔陽 而且你們要知道喔 目前NBA場上還是只可以一顆籃球 不是兩顆喔這怎麼可能會夠用啦 拜託 然後那天那個留言板上全部都講說我們三個在霸凌你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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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把那個票灌給我啊有沒有 對對對同情票同情票沒關係啦 好玩謝謝 那這邊就不閒聊了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主題 那上次因為胡亂堆之後我自己聊 那今天我找你來聊 我跟他有些角度切入是不太一樣的 嗯 好像有可能想到 不是我自己可以理解的 喔但是你們不要亂想我沒有霸凌他 應該沒有吧 對這樣 私下誰霸凌誰不曉得好不好 嗯嗯嗯嗯嗯 好來來來來來來來 直接開始了好不好 你個人認為 QW的加入胡亂隊 這個幫助 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因為大家都說他防守很差吧 然後你怎麼看他QW的加入胡亂隊 是覺得WOOD來到當然是有幫助啦 坦白講WOOD他的防守價值沒有很多 幾乎為零啦 他現在 跟這個牌子一樣啊 來來來繼續講啦 好啦他的那個 進攻的價值其實不少 他有外線 他能打Pick and Pop 然後他還有一點點的持球單打 對好 就是這麼多 沒有了 他在防守 幾乎是沒有多少貢獻 呃所以我覺得WOOD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很 不能說很好 就是蠻不錯用的 一個替補中鋒這樣子 哦好好好 人家底薪啊 你們到底是要要求人家幹嘛啊 那是確實啊 我隨便舉個例子 就是威少領4700萬的時候 如果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三成 他當然變成媽啊 可是他領底薪了 你三分球命中率三成 你要叫我怎樣 如果我可以打這麼好 我就不用領底薪啊 對吧 我的意思是說 呃當我們在看QW加入胡亂隊的時候 你要順便把他薪資一并思考一下 兩三百萬的球員 過去在獨行小 一場球可以轟十五六分 對不對 然後籃板球也快十個 這樣會球員領底薪有身高 來補胡亂隊的禁區 那扛一下Yokic或九九 雖然說扛不住沒關係 我有犯規次數嘛 我覺得不要要求太多啦 所以從這個角度切入 我是覺得QW到胡亂 老實講是真的操作得不錯啦 好接下來問第二個問題 因為之前我們聊胡亂隊的先發 那集應該是跟博特 那個時候QW還沒加入胡亂隊 好那現在QW加入胡亂隊之後 請問 你認為他該先發一次Tip 我是覺得他應該是Tip 哎呀你講先發會比較熱鬧嗎 才有效果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你認為他應該打Tip 對我認真說我的先發還是不變 就是D'Angelo Russell Austin Reeves Rebron James Jerry Vanderbilt 還有Anthony Davis Christian Wood 被我歸類在我們的Tip的進攻組這樣子 我剛才有講過他的能力 他的價值完全點在進攻 你如果防守的話 他有的唯一的優勢就是 他有六次犯規這樣子 沒了 對對對 還有身高啦 你要身高至少六十九六十四 對對對 所以你是希望Christian Wood 從版正出發嗎 那這一點我其實 我跟他的想法一模一樣 不過講到先發組 我想法就跟他不一樣 那不過這個部分沒關係 因為每個人想法版本就不一樣 我自己的先發還是 Vincent AR Lebron James AD 跟Haze 所以你剛是把AD 放五號位對不對 對 但是我是先發放Haze 那我講過 我個人希望他打假信先發 這裡我稍微補充一些資訊 根據記者的爆料顯示 AD從上個賽季結束之後 就一直跟球團講 我要回到四號位 請去幫我補五號位 那老實講 胡云隊的總管也補得非常不錯 Haze來了 對不對 Question Winner來了 雖然說這兩名球員 各有各的優缺點 Haze是有身高 體能條件可能比較好 不過進攻端 真的一般般 一般跟剛好相反 我有身高 我的進攻能力真的還不錯 不過我的防守一般般 所以這兩名球員 各有各的優缺點 而在日前 也有消息爆出來說 胡云隊的總教練 他在新賽季 有可能會使用雙塔 那我自己是比較 希望看到胡云隊打雙塔 也就是複製2020 夺冠的模式 我們可以假信先發AD 先發四號位 然後關鍵時刻AD 再回到五號位 不過上個賽季AD 其實從頭到尾都是五號位 大概是這樣 那這裡我要請教KC 來為什麼你希望AD吃五號位 首先AD為什麼我覺得他不該打四號 他打四號的話 他會影響球隊的進攻空間 這點跟大家認知不同 AD的投射能力其實不算好 他的中距離勉強是能夠作為武器 但外線的話就完全不行了 他去搭配有外線的射手 比如說Taurian Prince 甚至巴村雷 會是更好的選擇 讓AD打五號位 才能夠把進攻空間拉得更開 而且AD算是靠速度 爆發力 無球跟進等等混飯吃的球員 他繼續打五號的話 好處是減少跑動 他的速度又是在擋拆的跟進時也能發揮出來 他去多打接應還有終結的角色 對他未來的生涯也是好事 Anthony Davis 他上賽季已經是完全在扛中鋒了 他在上賽季是有珍重去適應中鋒的定位 如果突然要他減重回到大前鋒的定位 多少會影響到他的協調性 如果AD要突然打回四號 現在很多的四號都是三號位置往上打 AD他的速度優勢就沒有辦法張錢 當然他扛中鋒的話 必須要承受更多的肢體碰撞 這點也會讓球迷擔心會不會受傷 打四號跟打五號其實都有機會受傷 AD本身就蠻多疑的 但坦白講他去年扛了一整年的中鋒 他的出賽場是應該是五十六場 近三年已經是最多了 表現也還算可圈可點 我覺得算是一個折中的做法 讓他扛五號去保護他也是一個做法 因為我覺得我們突然的標準拉低 上個賽季他打五十六場已經是近三個賽季最多了 我真的是不知道該慶祝他 該恭喜他 還是該為胡人球迷感到一點悲傷的情緒 不過老實講整個肌肉賽算健康 看看隔壁的快庭蹲 那胡人球迷 恭喜胡人球迷 我個人是支持AD打四號 不過我先幫你進行補充 其實胡人名將魔術強 他在兩個賽季之前 他就講過最適合AD的位置是五號 他的論點很簡單 第一個 讓AD打五號的時候 目前聯盟中有外線的風險 一定比中鋒來的多 所以如果你讓AD打到五號位的話 你的外線的部分一定 火力會比較足夠 這是他的講法 第二個部分就是AD他未來有年紀之後 他還是要吃到五號位 因為他的體能條件 不是像志姆哥這樣 而且你要知道志姆哥是因為 他有這個low page 所以他們是打雙塔 所以他們才有四五號位的錯位 而且志姆哥本來就是鞋防能力非常好的 常人體能爆發力非常好 可是AD並不是這樣的球員 他是以技術取勝的球員 那如果有一天 當你的年紀越大 你的速度越慢的時候 你終究還是要吃到五號位 所以魔術強盾他表示 其實他比較希望AD直接扛五號 然後三四號位的部分 你又來不動券 其他部分就是用風險去補 可是我個人想法就不是這樣 我個人比較偏向於回到2020的模式 AD打四號才會有錯位的機會 當然不可否 剛剛開始講的非常好 他打什麼位置好像都會受傷 所以打什麼位置受傷 我們就不要討論了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會受傷的球員 所以這個問題已經無解了 我們就希望他健康 那為什麼我會說 我比較希望AD去打四號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 目前你在西區 你的主要競爭對手 除了勇士快庭之外 很大的麻煩是因為 因為你有精快隊的Yokic去 你要過他 那如果你要到GEO再調整模式 比方說在立場賽 我就是讓AD打五號 然後我到GEO再遇到精快隊 我再來改變我的打法 我認為沒有比較好 自己的看法 你乾脆整套這樣玩 然後你去找出你的假性先發出來 那假性先發在立場賽 如果是遇到一般的雷霆 正常比較矮小的球隊 那個先發中鋒就是時間短一點 你再讓AD吃到五號玩 可是如果是遇到像精快或76人 或甚至是公路隊這樣的球隊的時候 你的假性先發就可以用長一點 那我的論點就很簡單 你不要到GEO賽 你再臨時去調整你的打法 那個磨合會出問題 而且剛剛有提過 AD他從以前在提五隊 他就出了你的 他就不喜歡打五號了 所以為什麼他希望 胡任隊去幫他補這個所謂的五號 他要減少自己在防守單上的部分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這邊要請教KC 我剛剛這樣論述下來之後 你認為胡任隊應該要放雙塔嗎 坦白講AD其實也不是沒有年紀了 AD今年也30歲了 他也開始要適應未來 速度會有下滑的時候 他也要開始超前部署 他要打中鋒的定位 而且我覺得胡任的陣容 也不太容許他去扛四號位 畢竟在LeBron老化後 他的橫移和體能 要扛三號其實蠻吃力的 胡任那麼多只能打四號的球員 包括Bron 巴春蕾 Jair Vanderbilt 甚至Taurian Prince等等 Davis還希望去卡四號的位置 我覺得真的太難了 或許 胡任在對戰不同的球隊時 偶爾開局可以把AD拉到四號位 打雙塔 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關鍵時刻到最後 AD可能也是必須要打到五號位 這點是我跟張里哥應該也有一個共識了 對不對 實際上今年胡任隊的風險 跟上個賽季相比 進步非常多 對 上個賽季之後 Vanderbilt或者是巴春蕾 那Vanderbilt 你也知道他的防守能力 雖然非常好 可是外線的部分真的一般般 可是目前你補見的這個 Prince 或者是Ken Radish 球隊的風險人手是足夠的 再加上你有LeBron James 他如果不打鐵的話 其實是還是史上最好的第二 好不好 那難了 所以某部分來講 KZ講的是對的 如果AD吃到四號位 就會影響到其他球員的上場時間 不過我自己的看法其實影響不大 我隨便舉例子 如果今天是QR打五號 那差別就在於他的假性先發吃多久 如果是15分鐘 像McGee這樣 我覺得影響不大 那他一場球可以上場到30分鐘嗎 不可能 我這樣跟你講絕對不可能 無論到關鍵時刻 一定還是AD吃五號位 但是我覺得為什麼要打雙塔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剛有提過 一名拳有六次犯規 對吧 那我在前三節 我至少要保護AD 到第四節 他有足夠的體力 或者是足夠的犯規次數 去面對Yokic去面對90000bit 甚至是智慧哥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但不可否認 KZ講的非常好 如果你遲遲遲開還在吃到四號位 老實講會影響到其他球員的表現 不過沒關係的 Bron James有年紀的 真的啦真的啦 你不要再要求第一場球 要打40分鐘了 多休息是好事 我覺得胡仁現在補牆的做法 很明顯就是為了 LeBron跟AD去買保險 不是說Christian Wood跟Jackson Hayes 他們補牆 只是他們在季後賽 就是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能上場25分鐘以上的球員 我覺得胡仁的高層是有預期到 未來LeBron跟AD 應該有部分的場次是需要輪修的 在這些時刻 讓Christian Wood跟Jackson Hayes 多表現一下 一方面也是算是保護Anthony Davis 剛剛有提到AD是會受傷的球員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前兩個賽季 LeBron James是扛到五號位 進去沒有人 可是你不管怎麼樣 你現在補了Hayes跟Christian Wood 你不會再扛到LeBron James 扛到五號 他太吃力了 當然我們都知道他扛五號 進攻都很秀 可是你防守就會出問題 因為他不敢防守 我第一節如果兩次翻過 我覺得後面就不用玩了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Case或Question Wood 至少可以確定 如果有一天AD受傷 胡仁球迷不要生氣 我是說假設AD受傷 前場的部分至少還有人 可以跟敵人就是Russell 他可以跟AR去打檔差 這個部分也是過去前兩年我們看不到的 魔獸也受不到 當然魔獸的防守比較好 我必須很誠實的講 可是Question Wood在進攻端 可以幫助胡仁隊非常多 大概是這樣 買個保險 講得非常好 買個保險 建設底薪的保險 還有什麼好那個的 好那以上就是 我跟Case兩個對於AD 是不是要打四號位的想法 好那我個人的看法真的多變啊 現在的NBL 球鋒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你2020已經拿下來總冠軍了嗎 你有這樣的經驗 你應該就去試著複製他 或學習他 對對對 你真的不要鐵齒 好那最後面我要再請教Case一個問題 沒有賽過的喔 你看他眼睛真的很大 你認為今年修賽季 胡仁隊的整體補強 你給幾分 來來來來來 我給99分好了 我給99分 我覺得現在這個補強 其實有買保險 幫了Bronk跟AD的輪秀 已經準備好了 這點我覺得是蠻加分 我覺得胡仁在例行賽的時候 即使了Bronk跟AD輪秀 還是能夠保有一定的競爭力 這點我給他們打蠻高的評價 我隨便舉個例子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小心AD受傷 我們剛剛提到有Question 1的嗎 那Bronk就一直受傷 你還有Prince 你還有Vander Bell 你還有巴春 真豪華 夠了啦對不對 然後你的D&JR跟AR 兩個都留下來 心智力又牽的不高 雖然說我個人認為 D&JR有一天可能會走 沒有啦開玩笑的 因為大家當參考 那也恭喜胡仁的球迷 其實我們都非常看我胡仁這次的操作 胡仁總冠軍沒問題了吧 不過我個人認為 還是綠三軍會獻第18關 意見不合沒關係 助理錄下去 我們修賽季賽決定 跟大家說再見 感謝Casey 對跟張琳哥差不多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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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年輕我28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不好意思 好好聊天 來來來來來 現在小朋友都在20幾歲 都直接嗆40幾歲的 我真是想找人 我提示一下 我是不可以照顫的 回家 哪呢 是的 在咱會